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接下来也有集团是按 就是已经预告了他们要回归 首先就是我的本命团 Highlight 他们会在5月3号回归 这个是他们时隔3年7个月的回归 是的 终于等他们退伍回完来了 合体了 再次回归 因为他也不想让粉丝等太久 所以就是他们陆续退伍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很积极地在准备要回归 哇 像当年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这边秀不到啊 就是自己想象一下那个5啊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才刚刚宣布就是 确定会回归的 有兽团体 2PM 哇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pupup ok 我是觉得这个团体其实还蛮特别 我说特别之处就是 其实Tekio跟他们已经是不同公司了 可是他们还是可以合体回归 就会在今年夏天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哇 真的还是有机会的 就是虽然大家可能不同公司 但是原来合体发片还是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God7是有机会的 Sorry 这人在讲二代团女女的走开啊 既然这样子有机会的话 这样是不是2&1也是有机会的 大家敲碗很久2&1 因为其实2&1他们四个的感情都非常好 就每年都有相聚啊 不时不时都会聚在一起发消息 对 所以就大家都很期待说 这样突然一万是不是可以再一次合体 对 但今年其实pupupup就讲了 就是他们合体的时候有录音 所以大家就很期待 有时候他们录了音 是很快就要发蛋群了吗 但是这消息很快就被CL 所属公司那边打脸了 我讲他们没有录过团体歌曲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继续在等待 可能他们就觉得不要给你这么大的希望 但是现在感觉就是给了一个希望 再给你一个绝望 可能之后会有惊喜 我们不知道啦 但我相信会有这一天的啦 这样我也蹲一个少女时代 他们也是 我觉得他们两团 就是这两个女帝团 他们的情况都很相像 就是他们虽然都已经不同 就是也都离开SM 离开YG了 但是他们的感情还是很好 对 虽然讲说不同公司 但是合体发变有机会 但是因为这次是八个人 有点太光了 就是可能会 那个机会可能会更加的难啊 因为今年也是有一个传闻啊 就之前就是也是有一个传闻讲 少女时代要八个人合体发专机回归 对 可是很快SM又来打脸了 就想说 还没有这个这样子的安排 但是他们的魅力真的是没有办法挡的啦 因为只是单单传闻讲要回归 大家就暴动了 当天是直接是全部头条都是讲说 少女时代要回归 就证明大家到底是多么的期待他们可以回归 求一个祈祷 Lay Boly Lally Boly 一直忘记讲唱 Hello 一直忘记讲唱 那我快点会唱了 快点会唱了 Lay Boly Lally Boly Lay Boly 这首歌我已经听了很多很多遍 但是我还说我一直想不起讲唱 但是一定听过 对就是G.Ara 大家都知道 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短暂的 合体过后还演出了几首 就是他们的经典歌曲 哇 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 泪流满面 而且他们还是穿着当年的打歌服 可是我觉得是没有变老了 就是比方是一个爷庆辉 真的真的是爷庆辉你知道吗 你最想看到哪个二代团贝贵 其实前面的都蛮想看到的 但我觉得刚才我们都在讲女团 接下来这个 BIG BANG 哇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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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以为就是GD退伍了之后 终于我们可以等到王者回归 然后等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等到我都变老了 对啊 然后就想说怎么一点消息 而且一点点滴滴风声都没有 有啦 偶尔看GD发个IG算消息嘛 然后之前不是讲说 有爆出四大社团的那个 Future Plan 今年的Planning这样 哦 哪个公司哪一团怎样怎样 然后BIG BANG是空白 什么意思呢 YG 它是在给惊喜 它这样说我不要跟你讲 它们要回归 但是它们要回归的时候就 砍跟你们讲 好吧 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吧 这样我们就继续敦等就是 Opah Oni们给我们惊喜了 这样你们各位有哪一些 就是你们很想很想看到 它们合体的二代团了 就是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二代团真的很多 对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这星期有什么 带白沙根 带白沙根 Running Man的长颈鹿 不光束的Running Man啊 5月24日就是最后一次录影 真的好舍不得啊 演员深成璐得知自己 曾经跟确诊的音乐剧演员 孙君浩接触之后 马上就到医院接受检测 虽然当时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但他依然在家里进行隔离 没想到在这段隔离的期间 觉得身体不舒服 因此再次接受检测 结果发现确诊了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而他也是家师傅一体的班底之一 幸运的是深成璐在跟确诊者接触前 早已经录完节目 因此没有接触到其他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 Apping所属公司表示 除了NARN以外 其他成员已经顺利续约 虽然NARN没能一起续约 但是会尊重他的选择 团体活动也会继续进行 Apping依然会以6人为组合活动 今年也是Apping出道10周年 他们正在积极准备新作品回归 随后有消息指出 YG娱乐正在接触NARN 积极讨论专属合约 期待你们的10周年新作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哦 安娘